我妈在养活我和孩子 孩子三岁了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她是适应这种生活 她愿意让孩子那种生活 我无法理解你这句话 因为说句实话 正常的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生活 可以这么说 我是看她的颜色 她高兴了给我点钱 我能要到钱 她不高兴了心情不好 我是一分钱要不到 我再要那就是家庭暴力 她把我耳膜都打穿红 这是为了生活费吗 就是因为要钱 薛先生觉得你要的钱数太多了还是 我要都是几十一百的要 是薛先生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有能力不想给 人家说了 孩子现在吃奶也不吃饭 她是觉得没必要给你呢 没必要 我不应可 刚开始咱讲的一个月给一百五十块钱 还是我月月给 我记得这个东西你看一看有误明 我不用看那些 那上面是什么 我上面记得是她给我生活费的时间 和没给我生活费的时间 05年11月到12月的没给 对 06年1到5月没给 11月到12月没给 对 05年的生活费是一个月一百五 对 06年是一百五到后来的一百八 对 就是07年整个都没给 也就是说从03年到07年 对 她一共给过你4850块钱 对的 如果她记录的是属实的话 那就是说从03年到07年 你一共给过她4850块钱的生活费 就是我买完车以后没给 那这个是属实 在她的概念里面就是 孩子至少有三岁的 还不包括她怀孕的时间 生活费一共是4850 对于她来讲 生活了四年 带着女儿在娘家 可能这个压力会有点大 这个当初我还不怎么应可给这个钱 因为她我在农村来说 我说要你回我家去 我一分钱不冲你家 这就是有个城乡差距